阿洛哈的TTV 苗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那今天的話呢 大家看到我們右上角這邊的限定優惠組 就知道今天一定會有一個 就是比較重大的卡式出現啦 沒有錯喔 也就是我們的特技貓咪技登場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的藍眼睛系列啦 好像就只差那麼一隻了好不好 目前來說藍眼鏡的話基本上是那個 白無垢嘛然後黑無垢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 黑傑跟幼傑 然後黑獸跟黃獸 然後凱斯莉還有暗黑凱斯莉 目前是這幾隻 那日版最近的話還有另外一隻 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獅獸吧 就是那個盾牌的那一隻 那一隻還沒有出喔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的藍眼睛大概只上架一隻了 所以你看牙王 哎這是我們的右獸家哦 然後黑獸白無垢跟黑無垢 還有我們這個 陰傑跟幼傑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凱斯莉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哈 今天是 黑暗卡石啦 那暗黑卡石這邊的話呢 就有我們的這個 暗黑凱斯莉好不好 所以 今天我們再來 碰點運氣試試看看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機會把這個 霍恩跟魔女凱斯莉給他帶回家哦 那他的效果是無法攻擊近處的敵人 但能夠攻擊遠處更多的敵人的角色 畢竟能詛咒敵人發射烈撲 不中烈撲與多活動傷害影響這樣子哦 因為其實還蠻 就是少見到就是我們 就是他這隻角色的卡石啦 所以今天的話哦 我們就來拚一下好了好不好 雖然我們這邊的話要留一些罐頭抽一下 我們這一次快打旋風 不過他還有九天啊好不好 然後 我覺得他現在有禮包對不對 那他九天之後的話應該還是會有禮包 我們就先給他買起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們直接來 拚一波好不好 拚一波罐頭直接給他夠夠一波了 因為我們只剩下 只剩下這隻藍眼睛啦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 目前來說的話今天這樣買起來的話 大概會有差不多 四千五千九五 大概六千吧 我們今天就抽個那個 六千罐頭好了 六千罐頭大概是多少 六千罐頭一千五成 六千除以一千五的話大概是 五或四 五十抽或四十抽吧 我們直接拚了 啊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我們的運氣衰 就這麼一回事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拚了 花錢花錢 買起來買起來買起來 那最近其實我們的那個 抽運好像就普普 上次的話就是 歪打正著抽到一隻那個嘛 抽到一隻我們那個 魔城龍嘛 那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哦 有沒有機會把我們的 哇 或跟少女 還有暗黑凱絲也給他帶回家 來試試看哦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一個第一次 十一連抽 go go 反正多的我們就給他換NP 然後NP之後來去升一下 我們的香貓那些的 來看一下能不能打一下 我們那個 布宇貓兵塔第四十層 第一隻是我們知道 窗邊少女貓沒有問題 再第二隻是我們的 蘋果貓 好 好 哈哈哈哈 原本 原本信心滿滿的有沒有 現在 現在覺得算了 第三隻是我們的這個 拉麵王 然後再加上這個卡池 他是沒有超級必中了 所以是不太建議大家可以直接來抽了 我只是剛好是想說 拚一下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只差一隻那個藍眼睛了 有機會我們就拚一下這樣子哦 但是 哎 還不錯 好不好 沒有超級必中有中到角龍 這是個好個開始 我跟你講這是好個開始 待會就會出現凱斯力 我覺得有可能哦 好 這是我們的 魚人貓 哎 人魚貓 人魚貓上次就是我們那個攝影師貓貓 攝影師貓貓真的是很好用哦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 短手弓箭手貓貓 有中超級貓貓其實我覺得還蠻爽的啦 說真的 還不錯還不錯 好 再來是我們的 車輪貓貓 最好是快點給我出 暗黑凱斯力 或是我們只要抽到一個藍眼睛 我們就停手好不好 呵呵 我很怕 因為藍眼睛基本上 現在很多隻嘛 現在他是四隻 那四隻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黑截會蹦出來 黑截蹦出來的話那應該 就很尷尬 那抽到藍眼睛我們就停手 大家覺得如何 八條貓仔 是我們的肉骨獸 沒有問題 哎 超級貓貓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東西了 ok 但是呢 這邊一晚會有100萬XP啦 最近我們還蠻缺XP的 所以就用這邊賺了 哈哈哈 第22抽來了 有沒有 沒妙精英的話就代表沒有超級稀有的哦 這是我們的陰陽師貓貓 再下一隻 這些都準備拿去換NP了啊 下一隻是我們的窗邊少女貓 最近除了一些就是我比較常用的貓貓 我會把它就是加上去以外 我其他真的就是直接換NP 因為NP真的是有夠缺哦 好 是我們的海賊貓貓 哎 也是很久不見了 再下一隻 下一隻是我們的跳跳貓 沒問題 大腦大腦大腦 下一隻 是我們的浴缸貓貓 沒有問題 能不能再來一隻超級稀有啊 再來一個超級稀有吧 超級高跳貓貓 下一隻 蘋果貓 哎 感覺蘋果貓最近好像也是蠻常出現的哦 再下一隻 傻功夫貓 三件做貓貓 沒有問題 下一隻 這隻 貓咪探測器 這些就是我們的NP好夥伴 哎 專長獸勢貓 這隻的話我就會升上去 因為前段時間打紅色敵人的話 真的還蠻常用他的哦 這有獸勢貓會升上去 再下一隻 舉重貓貓 這隻的話應該也可以升啦 因為打黑色敵人的話 有時候我也是靠他的那個單體傷害 不過目前來說 我們都是完全靠那個 就是 魚人貓跟我們看看舞貓 下一隻 啊沒了 哎我開始覺得我今天這樣 是不是一個做錯誤的決定哎 我怕了我怕了各位 我真的是怕了 哇 魔劍士哥哥 不要吧 快來啊 給一隻就好了啊 不然再 再一隻超機器哦 我們看是誰好了好不好 有沒有機會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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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小後悔了各位 雖然我們這樣可以賺XP啦 但是 用抽卡來賺XP好像 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哎 我開始有點在抖了各位 搖滾貓 放了哎 這個還好 這可以 因為至少我們可以就是把他升上去 看看舞貓OK 放浪兄弟 再來是我們的小偷貓 哇 難道我們今天44抽 就只能出一隻我們那個角龍嗎 哈哈 完蛋了各位 死定了 完了麥卡莉出現了 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我今天怎麼會這麼信心滿滿啊 怎麼會這樣子 我想說我的運運氣應該還不錯啊 怎麼會這麼信心滿滿的哎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拳擊手包包 完了哎 喂 喂喂完蛋 喂了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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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喂喂喂喂喂了喂了 死定死定死定 oh my god 完蛋 完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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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把他抽完把他抽完 最後一抽最後一抽好不好 說到44抽就44抽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來 蘋果貓 了了了 了了了拉麵王了了 他咪探測器了了了了 偷的力貓貓了了了了 小偷貓了了了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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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荒謙不廢苦心人 各位好不好 水喔水喔水喔 中了中了中了 哎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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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面就不能看啊 哎 哎所以你知道嗎 好險我們有繼續趁勝追擊 好不好 還行還行 今天就當作來賺XP這樣子 我們先把那個 領出來 哎 還還行還行 哎至少 至少是中到我要的你知道嗎 因為很有機率很大機會 很有可能是會中到我們 就是那個誰啊 很有可能會中到我們那個黑劫 你知道嗎 因為黑劫真的是 很常出現哦 好這邊我們把一些東西領出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 把剩下來全部都 XP了哦 NP啊NP 因為其實我最近也是很缺NP啦 所以我才會這樣抽 要不然其實基本上 我不太會這樣亂抽的哦 應該啦 大家會相信我嗎 我不太會這樣亂抽的啊 哎我拉命我一百多等了耶各位 難怪他可以單挑這個 好猛哦 難怪他可以單挑我們那個 快打旋風 哎呀OK啦OK啦 行啦行啦 今天賺爛了賺爛了賺爛了 好直接升到1050了 賺爛了賺爛了各位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升一下我們這個 暗黑凱斯利 但是我不知道XP夠不夠把他升級起來 這邊我們至少有300萬的 XP吧 哦水水水水水水水 各位 好消息到好不好 我們的 藍眼睛系列目前 全部收集完畢 太好了好不好 還行還行還行 這個 要不要給他升級起來 哇沒辦法升滿哦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氣黑魔女凱斯利啦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沃根魔女凱斯利哦 無落腳處可投靠的另一位凱斯利 日劍增大就憐恨化為詛咒寄託身體哦 畢竟能詛咒敵人發射裂坡 所以他會有一個那個 詛咒的一個這個中火效果還不錯 然後他能力的話是裂坡攻擊 再加上攻擊力下降無效 然後波動傷害無效 裂坡傷害無效 闖身無效 無態傷害無效 半圍攻擊 遠距攻擊 他跟凱斯利比呢 好像多了幾個對不對 好像多了幾個 然後他如果是那個 就是 破壞傷害無效的話 或是裂坡傷害無效的話 是不是可以拿他來打一下那個合同啊 感覺不是不可能哦 有靈魂被詛咒的災難化身的災難魔女 給予求救者安寧的中焉 並一能詛咒敵人發射裂坡 OK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 測試一下這隻角色的威力哦 沒有問題 來來來 這邊的話帝國動亂 全力與萬有領利 他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也是能夠打一般性敵人的吧 然後我們這邊派上他 來試試看他的威力哦 愉悅愉悅愉悅好不好 難怪我今天就覺得應該要來刻一波這個 你看我有預感你知道嗎 好險我有來仇不然 就錯過了是不是 然後我們有說要讓 初音來表現一下機會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那個 東京的初音好不好 他是那個我們的 抗波動的角色來看一下這隻吧 這隻應該是這隻 角色說明對 抵消波動然後 這樣子好我們就 這樣打起來基本上這關應該只要那個 抵消波動的角色出現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放一下這個好不好 這隻我也很喜歡 咒師登場來看一下 全力與萬有盈利 哇 薄荷太多了因為我們剛剛有買啊 買太多了 oh my god oh my god 還有哪一些角色可以進化 我們先進化一下好了 但是這邊會浪費那個哎 不然 不然把薄荷換XP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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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把薄荷換XP嗎 不然我們今天就把薄荷換XP好了 因為 薄荷目前來說太多了好不好 換個XP 看一下哪一個比較多 哪一個薄荷比較多 這個31個好不好 這個 換個幾個 這個19個 這個31個比較多再換好了 那這個咧 這18個 10個 9個 32個那你也換XP 哎其實我們呢 我們用布荷換XP是不是 我們就很多XP啦對不對 因為每次 買那個禮包啊 他就會送很多布荷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布荷 來 來換XP 因為我們超級西洋貓貓基本上已經 進化差不多了啊 來來來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哈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霍跟魔女跟那個 跟我們那個東京初音的威力 還行還行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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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坡洞對不對 昨天打這關比較麻煩就是因為 沒有帶上抗坡洞的 今天有帶上的話應該 就會比較ok 有有有刷掉刷掉刷掉 有有有你看他這邊連打鴿子都很有用耶 不愧是我們的動靜初音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 霍亂魔女 他還會有那個總火效果你知道嗎 就會讓他們就是那個能力上司喔 行啦行啦 那大家會比較喜歡就是我們一般的凱斯蒂 還是我們的這個暗黑凱斯蒂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強也可以在新聞留言告訴周丁 然後我們這邊再處理壽司 這關應該穩穩的喔 昨天就是被這關的那個坡洞搞死對不對 今天我們帶了一大堆 帶了一隻啦也沒有一大堆 一隻抗坡洞的應該ok 你看這邊還有那個總火效果 哇等等等等等等 欸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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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我們初音爆了 欸我們初音爆了 等會喔 等會喔 但是我們凱斯蒂還沒死喔 欸他一直在讓他消失那個 完了掛了掛掛光光 掛光光掛光 開慢速開慢速 欸可是伍眼球也掛了 ok喔 欸搞不好其實我們可以急速通關 好不好 急速通關不怕不怕 不是鴕鳥而已嘛對不對 欸來來來來鴕鳥恐怖恐怖 恐怖恐怖恐怖 恐怖恐怖 初音初音 gogogo 欸這隻其實 真的很漂亮又很好用耶 但是我們目前來說 坦克方面好像有點微 對坦克方面有點微 再來一次 破根魔女 暗黑開始 燒爆他們讓他們總火效果 ok吧加油吧 ok吧你可以的啊 他鬥士剛剛還沒有表現到就直接爆開了 是不是 太慘了吧 OMG等一下等一下 有點微有點微 這漂浮敵人也太多了吧 鬥士快出來 Need you Need you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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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士啊 欸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鬥士了 不是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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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喔 不愧是我們的霍根魔女 暗黑凱斯莉 直接碾壓全場 而且他裂波還帶的那個就是 詛咒效果 詛咒效果就可以讓敵方的一些特殊能力好像也是 消失啊 所以這隻的話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這品 你們比較喜歡我們的凱斯莉 還是我們暗黑凱斯莉的感覺 都很不錯捏喔 太爽了太爽了 重點是今天真的是 有賭到啊有賭到那就不錯好不好 難得難得 因為以往來說我們抽那個 黑暗系列什麼的話都還蠻常跳出黑劫 但是今天居然是 暗黑凱斯莉啊沒有問題啊 難怪我今天就有預感說 欸我一定要藍禮包來抽一下好了 果然好不好 被我賭到啦 嘿嘿嘿嘿 好了那我們今天完基本上是順利的抽到了 我們這個暗黑凱斯莉啊 雖然我已經知道就是我們的那個爛數 會有多少好不好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哲平一樣就是 覺得很開心啊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藍眼睛系列 台版的話呢我們已經 順利的把他畢業了喔 還算是 玩了很久一段時間了啦 不過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隻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獅獸 但是獅獸的話我覺得應該 也是會還蠻恐怖的喔 應該也是要花蠻多來抽抽看的喔 好這邊的話呢我們的 那個鴨王跟我的右兽加歐 黑右兽鴨王 白無垢還有黑暗無垢 呃不是 什麼 啊黑無垢啦 暗子什麼東西鬼 然後英傑跟我的這個 黑傑還有我們的凱斯莉跟那個暗黑 凱斯莉都已經取得了 哇高興到以無倫屍好不好 感謝大家的陪伴好不好 我們之後還是會繼續努力 再繼續來蒐集更多的貓咪的好不好 沒有問題啦 那祝福大家也可以自己抽到自己喜歡的貓貓 那剩下的罐頭的話我們就留到那個快打旋風的時候再抽囉 那今天的話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在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